我国卫生部收紧管制 患有呼吸道病症 并获得五天病假的公众不能外出 看病时也必须戴上口罩 受访的家庭医生表示 有些病患担心拿了五天病假不能外出 所以决定不看医生 自己买药服用 记者蔡清凯报道 在红帽桥的这间诊所 过去周末看诊的人数减少了 受访家庭医生表示 一些人可能担心一旦获得五天病假 就不能外出 因此预警公众 只要出现轻微呼吸道症状或发烧 就必须及早就医 这个冠病已久 他刚开始发病的时候 头五天头七天一个礼拜 他的症状本身就是轻微 那么那么巧 头一个礼拜头一周 他又是传染性最高的时候 所以我们就一定要病人了解到 为什么病情轻微的时候 还要居家隔离 你给我五天 如果三天之后我比较好 我就回去做工 可是问题是你比较好你回去做工 你还是可能会传染给其他的同事 受访公众表示 不敢掉以轻心 有病必须马上求疑 他怕这个传染病传染出去嘛 所以叫我们好好的休息 也是很好啦 不要破散他 其实忍一忍就过去了嘛 都是为了大家好 对 为了全部的人健康 一些到诊所看病的公众向我反映 他们并不是出现呼吸道症状而求医 所以认为没有戴上口罩的必要 不过医生建议 凡道诊所看病的公众都应该尽量戴上口罩 以降低被感染的风险 在现有法令下 获得五天病假的呼吸道病患 如果求医没戴口罩或外出 可被罚款多达一万元 监禁最多6个月或两者监视